誰說量說沒行情 跟著老司機一飛沖天 大家好歡迎收看金牌BB 我是千涵 我是品君 我是仲哥 咕咕咕 咕咕 品君你是在丟手嗎 現在手的時間 你不要嚇投資朋友好嗎 仲哥你不懂啦 這是在慶祝費的轉歌 沒錯 一說不聲息 台股馬上收復季線 我看這個萬八又盡在咫尺 但是歌子是這樣叫嗎 我們叫拉拉姐叫給大家聽 這不是重點 有這麼樂觀嗎 人家只是說不及者聲息 而且看看台股的成交量 那麼小 反彈怎麼夠力 你不要在我面前比這麼小 我會誤會的 反彈怎麼夠力 其實我們就過往的經驗來看的話 也不是沒有一路金金漲 然後這樣 最後才補量了 所以量縮不見的是一件壞事 怎麼說呢 因為當散戶都不想玩的時候 這邊講籌碼會相對的比較安定 所以目前就是一個法人牌 那法人目前是在往哪個方向去做布局呢 這是這一集的金牌筆 我們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那第一張牌誰來抽呢 我來 這個鬼牌呢 這個鬼牌呢 就是這個 IC設計族群 蛤 可是台灣牟利最高的不就是IC設計嗎 他怎麼會在鬼牌啊 對啊 我看是不是因為台積電漲價了 被掃到颱風圍了啦 畢竟一家烤肉可不是家家都能品牌 沒錯 這個兩位妹妹都有說到一個重點 那這邊仲哥想跟大家補充一下 還記得我們先前跟大家聊到過嗎 當金元代工漲價 封測也漲價 那IC設計呢也會跟著漲價 那為什麼這個時間點會幫大家把這個IC設計 放在這個鬼牌呢 龍哥打臉 你也不是打臉 我們在先前就已經特別跟大家叮嚀過了 有些有雜硬的產業 你要去把它避開 就要比如說我們先前跟大家聊到過面板 那當初我們把這個天玉啊 或是這個聯勇 甚至是這個敦泰的相關驅動IC 把它放在鬼牌裡面 那為什麼差異會這麼大 最主要是因為 當它終端需求產品的報價 是往下跌的時候 那這些相關IC設計的廠商 就沒有辦法這些報價轉嫁給它的這個下游 所以這些產業要請大家特別留意 那有哪些產業 剛剛提到面板 再來什麼 筆電 筆電我們也跟大家聊很久了 再來是這個手機 相關這些還設計呢 請大家這樣反彈上來 你要先這樣再賣棒 那我來抽第二張牌 這張 黑桃K 黑桃K 那它就是所謂的細製產 那IP廠不就是以金元價格計算 那個全力金收入嗎 所以現在台積電漲價的話 第一個收費的應該就是他們啦 台積電可是漲價20% 那他們豈不是要賺翻了 是的 沒錯 那IP西製產呢 可以幫忙這個 IG設計的簡化設計 降低它的開發難度 同時呢 它也可以幫忙這個金元代工廠 這樣縮短它的開發時間 所以它跟金元代工廠有點像共生共榮共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近期這個3529的力旺 它的漲幅是相當的一個淋漓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營收呢 有60%來自於台電 所以台電相關的細製產 你可以去留意哪些 343的衝贏 也可以多做留意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這1個漲價 那2個3個會不會跟著漲價 所以年電相關的這個細製產 你也可以留意 其實你可以看到 335的資源 在上禮拜股價表現 也是非常強色 好 那最後一張牌就龍哥抽吧 黑桃J 黑桃J呢 這塊我們想跟大家聊到 投信作帳的標的 作帳股要佈局了吧 都9月了 龍哥你是不是都幫我們整理好了 謝謝龍哥 哥哥就吃你這一套 可惜眼睛還不夠大 像鞋毛檢柯這樣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再這樣 鞋毛檢柯是什麼 妳沒看過嗎 沒看過 可能是龍哥那年代的 又我那年代 STEP A SIDE GA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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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趕快 那個那個 我們剛才好 投信作帳 不是都整理好給我們了嗎 怎麼這麼健忘 哼 哥哥就吃你們這一套 那就別私藏啦 那龍哥這邊幫大家整理出來 投信呢 他最近是比較偏好在什麼 漲價缺貨概念 其實這一塊 我們在過去跟大家聊到非常多 比如說什麼 ABF栽培 已經到2023年 再看到什麼 封測族群 這個 投信呢 也是講 可可貝 可可貝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金融內股 金融內股呢 投信呢 最近也是買 買非常多的 包括國泰金 或者富邦金 甚至什麼 甩掉張銀的這個台型金呢 股價也是怎樣 呈現一個大爆發 所以我們說投信作帳這塊呢 接下来进入9月是大家怎样 一定要focus的重点 虽然龙哥你说量缩盘也有行情 但现在没量股票涨3%就了不起了好不好 而且好不容易台股返韩 可是每量就没价啊 不好玩 那一定是你不要转肚子 这转肚子要不要转 肚子都是电脑筋的 电脑在这里 电脑要怎么用 龙哥的贴管带1768赶快站起来 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金牌比利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